各位,現在是英國時間3月9日下午4時,歡迎收睇新聞傳送,我是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Warkland第14天,人道走廊執行相對前順利 在北部城市蘇梅,7000人已經撤離,不過俄軍攻擊並沒有停止 週二晚上,最少有22人包括3個小朋友在空襲中死亡 蘇梅的撤離行動首次成功,週二晚上用12小時去到波爾塔瓦 車上逼滿人,有人要站足全程 很多人到波後,顯得相當疲倦和肚餓,同時非常緊張 希望加緊趕快逃離危險地區 收睇撤離蘇梅的,是來自印度的醫科學生 過去幾天都在地底過活,水和糧食供應非常緊絕 俄軍週二晚上,仍然繼續空襲住宅區 至今造成最少22人死亡,包括小朋友 蘇梅市長形容是大逃失,目前蘇梅有7000人成功自來 沃蘭軍方繼續嘗試透過6條人道走廊路線 撤走危險區域平民,包括南部被圍堵的馬里乌波爾 護軍同意由當地時間早9點到晚上9點暫時停火 同時要求俄軍遵守承諾 記父指責莫斯科不斷攻擊人道走廊 不過目前未知人道走廊最終目的地 俄羅斯最先方案6條路線,4條會撤離白羅斯和俄羅斯 不過沃蘭拒絕 波蘭原先同意將所有米格29戰鬥機提供給沃蘭 先交給美軍在德國的基地處理 不過美國最後拒絕 國防部說行動引起北約非常憂慮 英國國防部說烏軍防空能力已可被視為成功 防止俄羅斯軍隊控制沃蘭上空 同時判斷俄軍在奪取基庫策略上爭扎 未能成功造成任何突破 俄羅斯確認外長拉夫羅夫週四 會在土耳其和沃蘭外長庫列巴會面 是戰爭以來兩人首次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一份綠葉子用沃蘭文寫的文件 證明基庫計劃進攻東面頓巴斯地區 報導說文件勾迫軍方攻擊部署 不過表明不能證實文件真偽 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個月 突然宣布承認頓巴斯地區 兩個親俄分離分子 頓列茨克和盧金斯克獨立 之後俄軍進駐那個地區 1月24日觸發戰爭 柏蘭總統澤連斯基昨晚在英國國會議事像發表演說 表明他們的戰爭由餘底抗立水德軍 表明他們的戰爭由餘底抗立水德國 也回應前首相優吉爾明言 我們會戰鬥到底 澤連斯基在英國時間禮拜二下午5點 在國會下議院議事像發表演說 下議院逼滿議員 這次也是英國史上首個外國領袖在下議院 向下議院發表演說 政府內閣和影子內閣大部分人出席 首相約翰遜、外上曙惠斯、內政大臣彭代寧 工黨黨魁司機營等等都有出席 柏蘭駐英大使也在座 澤連斯基演說場大約10分鐘 說自己是以一個國民、一個擁有夢想的總統身份 向議員發表演說 據比喻 現時華難抗戰 由於英國在二戰時抵抗納粹德國 你不會想在納粹進犯 想奪取你的國家時失去國土 你要為英國而戰 據表揚華難人民應用表現 俄軍的攻擊不會擊散他們的團結 對的演說回應英國戰時首相優吉爾 1940年發表的演詞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說無論代價 我們會為國土而戰 我們會在森林、戰場、海岸和街道上戰鬥 柏蘭不會放棄 柏蘭也不會戰敗 演說中 總結過去12天 柏蘭由首日被俄軍入侵情況 說只過15個小孩死亡 他們本來可以繼續生活 對於各國制裁俄羅斯 柏蘭表示歡迎 不過不足夠 重新柏蘭需要一個禁飛區 又說國際刑事法庭調查 北京戰爭絕行令到柏蘭有希望 不過同樣不足夠 演說結束後 夏議院全體人站立拍手 有項信後回應說 柏蘭人的勇氣影響世人 表明英國和盟友有決心 繼續向柏蘭提供武器 同時尋求加大脊裁俄羅斯 向普京施壓 英國會嘗試所有好行辦法 直到普京失敗 直到柏蘭再一次得到自由 司機嚴謹隨回應說 所有人都被柏蘭的勇氣 扎連司機的領導能力所感染 提醒現在擁有的自由和民主難能可貴 說願冥光歸柏蘭 英國支援柏蘭難民 被受指責落後於歐洲國家 運輸大臣夏博士本名不認同 英國目前已以簽證方式協助難民 要知道入境難民的身份 聯合國說 俄羅斯入侵至今已有超過200萬 霍蘭人離開家園 夏博士說 目前已有760個 霍蘭難民入境英國 數字上比輪郭 包括外爾蘭的2000人少 不過認為英國已加快甚批速度 英國也要了解難民身份 據說根據政府數字 超過20萬霍蘭難民可以透過計劃 申請來入境英國和親人團聚 而範圍也不斷擴闊 包括叔叔和依依等等 不過夏博士說 蘭蘭總統薩蓮斯基呼籲國民 相對留在較近的鄰國 也說國民不會過分下落到全球局地 聯合國估計 蘭蘭會有400萬人離開國家 至今最多人前往波蘭 有130萬 其次是匈牙利 斯洛弗克 也有近10萬人前往俄羅斯 453人低達白羅斯 波蘭當局說入境人士 93%是沃蘭人 1%是波蘭人 其餘6%來自100個國家 新一輪國際巨企抗議俄羅斯入侵沃蘭 麥當勞、Starbucks、KFC、Pizza Hut 喜力啤酒暫停俄羅斯業務 不過亞洲服飾零售商Uniqlo 表明不應該剝削基本需求 堅持不暫停業務 總部位於肯塔基州的百姓餐飲宣布 暫停在俄羅斯70間肯德基自營餐廳 和50間必勝客分店 喜力較早前已停止對俄羅斯的所有新投資和出口 最新表示已停止在俄羅斯生產和銷售自家品牌啤酒 英國應而用品連鎖店Modercare宣布暫停在俄羅斯的所有業務 俄羅斯佔那間公司零售額高達四分之一 每個月為集團貢獻大約50萬英鎊利潤 麥當勞也暫停在俄羅斯850間分店營運 不過會繼續出糧給62,000個員工 據報俄羅斯和沃蘭每年貢獻大約9%收入 相當於20億美元 至於Uniqlo表明繼續在俄羅斯營運 集團在俄羅斯有超過50間門店 裝扮人劉井正強調自己反戰 認為所有歐洲國家仍然反對這場戰爭 並且展現對沃蘭的支持 說任何分泛這個世界的意圖反而會令大家更團結 不過他認為衣服是民生的必需品 俄羅斯人應該享有相同的生活權利 現階段沒有暫停在俄羅斯營運計劃 轉一下 香港新增25,991宗確診個案 輸入個案只佔7宗 另外再多195個病人離世 年齡介乎41至105歲 另外68人危殆 107人嚴重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天開始 除了星期二召開行政會議之前外 每天會親自召開記者會 強調特區政府一直擔任抗疫工作的主體責任 被指措施招令直改 她說見仁見智 又說爭拗和病毒共存或清零已經無異議 林鄭月娥一改作風 終於戴上口罩見記者 她說特區政府一直擔任抗疫工作的主體責任 因應疫情發展和市民最大福祉調整措施 對於被形容為招令直改 她說見仁見智 又說中央非常關切香港情況 並且加力支援香港 她引述中央援港防控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說法 說特區政府在協調上有問題 以及未能集中資源、治療重症等等 林鄭月娥說疫情到現階段 爭拗和病毒共存或清零已經無異議 但強調政府不會躺平 會按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高指標 確保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至於早前盛傳10月26日進行全民強檢 林鄭月娥回應說全民強檢仍然規劃 並非優先做也不會勉強做 會考慮和聽取專家意見 又說現時會以減少重症、死亡和感染個案 作為抗疫工作重點 作為擴大醫院的治療能力 指定伊利莎白醫院專修確診者 之後會將公立醫院一半病床 改為接收新冠病人 中央援建的洛馬州河套區應急醫院 會由中國團隊支援 爭取4月內提供服務 當局希望在3月18日前 完成院舍院有接種手劑疫苗 另外提到醫管局成功買入足夠數量的 兩款新冠口服藥 一隻已經只用著 另一款下星期到說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華 大陸波疫情對計 核酸檢測確診538,602宗 另外34,784宗是快速檢測情陽性申報個案 直至昨天 合共有2,656宗死亡個案 比前一天新增291宗 死亡率是0.46% 另外香港政府埋伏近6點 首次使用智能手機緊急警示 通知全港市民伊麗莎白醫院今天開始 轉為定點醫院 提醒市民接獲前網急証室求醫 由網民說收到警報時 一度以為俄軍打到來要封城 質疑政府發布資訊的重要性 以及濫用系統令市民提心吊膽 黨媒《香港01》今早報道 通訊局2020年設立緊急警示系統 直至1億5千萬 今次相信是首次使用 南韓總統大選戰縫激烈 直至當地下午5點 總投票率已超過73.6% 比2017年大選同一個時段高2.5% 投票已結束 韓聯社估計今晚會有結果 由KBS、NBC和SBS三大電視台公布的調查顯示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 獲得48.4%選票 領先執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 你在明0.6% JTBC電視台公布的票站調查顯示 你在明得票率是48.4% 領先尹錫悅0.7% 總統候選人有14個 選前民調顯示 總統補助會是李在明和尹錫悅之爭 被形容為有史以來競爭最激烈的總統選舉之一 民眾特別關注幾個政策議題 包括南北韓關係、高樓價、性別不平等、 就業市場疲弱等等 不過兩個候選人在民生議題的政綱被質疑不自實際 政客道德問題上連番失分 兩大陣營選舉期間互揭倉疤、形象插水、形成鬥差局面 有學者說選民只選一個沒有那麼不堪的一位 尹錫悅因為處理撲緊為真信干政案而聲明大吵 獲文在寅提不為檢察總長 不過文在寅政府推動的司法改革最終演變成法務部和檢察機關的法檢之爭 最終滿錫悅、協高民望辭職 加入保守牌以政治素人姿態各族總統 而共同民主黨最終由曾經做過成男市長和經濟度支持的李在明出選 看看天氣 英格蘭中部、南部和東部都受到低雲影響 間中有陽光 在西南面的雲帶和雨帶向東移動 橫過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和英格蘭西部 蘇格蘭西部有列風 指望星期四 雲陣覆蓋大部分地區向東移動 帶來微雨天氣 西部逐步轉為明朗 之後大風 新文傳送到這裡 拜拜